台上開香檳慶祝 台積電美國亞歷項拉州場 去年底才風光舉辦遺跡典禮 時隔不到三個月 有網友爆料 美國場十大驚奇 像是沒有員工餐廳 宿舍不如外界形容的光鮮亮麗 甚至還會禁止休假 大家來到AZ 一定是一開始就不適應 美國生活還是比較辛苦 以往TSMC的習慣 會是先請你做什麼事情之後 再跟你解釋為什麼要做 對 那跟外國員工的話 我可能要先解釋完為什麼 要告訴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之後 他們才會繼續 就是才會開始進行 台灣富美員工談到文化差異 其實晶圓製造最困難的 不是技術 而是人事管理 對此台積電回應 在美建廠的決定 基於多種因素 台積電正在加強員工培訓 公司將積極傾聽意見 並在需要時做好改變的準備 當初設廠最主要就是要降低地緣政治風險 美國計畫將在二十八號開放半導體企業申請晶片法案補貼 台積電環球金都將爭取 成功部長雷蒙多含話美國二零二三年要打造兩座半導體聚落 避免中國威脅國安 台積電目前呢整體的一個產能還是跟流台灣 那對於美國來說 那麼是呈現一個比較指標性策略的一個投資 台積電赴美設廠雖然有些雜音 但實際來看才能早就被蘋果 揮達超微等大客戶包下 再加上先進技術 跟流台灣 還是能持續進步 坐穩龍頭地位 相信大家會不會放下到這裏